社會事件和肺炎事件後 可以說條線就是整個鋪市 有三大趨勢改變了 一是由大鋪變小鋪 因為大鋪沒有人創業 是租大鋪大部分人創業的時候 失業率越高就創業率越高 就過幾百尺的店鋪 第二個大趨勢就是樓上舖搬去樓下舖 街舖 為什麼呢 地下搬上樓上因為租大便宜 但現在地上都這麼便宜 變成吉舖 自然樓上舖搬到樓下 所以地舖看空置率可能高達兩三成 但樓上舖空置率有些地區高達六七成 第三整個趨勢就是由核心位置搬去民生位置 核心位置就靠遊客消費 以前來香港遊客六七千萬每一年 現在來香港遊客是接近零 但以前香港人七百萬人裏面 可能每一年都不知去多少次旅行 但現在全部流港消費 就在民生區裡去消費 雖然消費力完全由核心區 就轉去民生區 核心可能舖價跌了五六七成 租值跌了七八九成 真是最核心的位置 但如果民生的位置反而徹徹上升 升了三四成 是創了歷史新高的 未來的舖市主要走勢分開兩邊去看 成交量和成交價 成交量由於去年2020年11月份的時候 政府推出了撤銷雙倍印花稅 以前買舖2000萬以上 是8.5%的離任費 現在變成4.5% 所以成交量自從上年11月份 撤銷雙倍印花稅之後 舖市的成交量已經升上去 未來的趨勢都會繼續上升 因為始終買樓的成本很重 15%重價印花稅 用工資率有30%的稅率 所以有很多樓的資金 都會撥到舖市 所以成交量現在大幅上升 我預期會被撤銷雙倍印花稅之前 依然會升大約100-200% 成交價就好看你哪裡了 如果你是核心區的話 真的有最高峰 2012、13、14年核心自由行為止的時候 當時的價值 香港的舖王是每一呎 實用126萬港幣每一呎 要上回120港幣6萬港幣每一呎 就是要等到天堂和地獄上天堂 都未必能夠回到 但一般的核心區 我覺得未來要等5、6、7年左右的時間 售價希望能夠上升之前的價錢 租值大概是這樣 但未來這1、23年的時候 只會找一個撈底的情況 希望會止跌 慢慢再會撐上去 但如果能夠售價 租值也好 上升社運肺炎之前的時候 希望要等5、6、7年的時間 請教會 在這裏找找人家 前往火火打來 掌課 學習 學習